第八百七十七章高中状元 母女相见 苏小小去了圣女殿与尹小蝶道别 尹小蝶已与陈青瑶完成了交接仪式 成为了圣女殿唯一的圣女 圣女的请殿内 苏小小看出一席雪白圣女服饰的尹小蝶 明明奶嘰嘰的 偏要一脸严肃地坐在那里 惹得苏小小又忍不住捏了捏她的小脸 小不打 我要走了尹小蝶气鼓鼓的 想让她别叫自己小不打 到底是忍住了 她已经知道苏小小是大洲护国公府的千金了 也知道三个小团子是她儿子 真是摆了成青瑶好大一道 她看住苏小小那张貌若天仙的脸 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当真不考虑做我嫂嫂吗 苏小小 醒醒 小不点 我成青了 尹小蝶舍不得苏小小 你还会来王兜的吧 苏小小笑道 当然了 我可是成家大小姐 你这么舍不得我 要不别做圣女了 给我做妹妹 我上哪儿都带着你 尹小蝶认真想了想 也不是不行 一旁的女弟子重重咳嗽了一声 尹小蝶 好吗 说笑而已 院子里 五虎也在和她的小美鸟道别 此番回京 她可以带上金雕作驾 也可以带上护卫猎鹰和小弟黑鸭 可圣鸟乃圣女殿的圣物 不得任性离开 五虎说起了歌语 咕咕咕 小美鸟 哥哥要走了 圣鸟 咕咕咕咕 哥哥不能留下吗 五虎 不能呀 哥哥要挣鸟席 圣鸟 哥哥记得回来看我哟 要带上鸟石哟 五虎 哥哥会的哟 五虎给小美鸟送了十颗鸟石 这是他全部的存货了 上次寻找魏婷得了二十颗鸟石 与小弟弟们分一分 就只剩下十二颗了 自己吃了两颗 现在他又是穷光蛋了 又要苦逼的挣鸟石了 苏萱也打算离开了 动身前 他收拾掉住国的痕迹 庞扶从未来过一般 他来到书房 对住紧闭的房门道 婆婆 我走了 你要走就走 小凡人经一个 谁稀罕 苏萱在院子里的石桌上 留下一包苏小小做的点心 他跨过门槛时 楼长老出声道 如果可以的话 把心引解了吧 不是说要给我养老送终吗 留着这条命 回来孝敬我 苏萱笑了笑 没有说话 楼长老从门缝里 看着他上了马车 小凡人经还是这样 永远不将自己的生死 放在心上 他又看向了书架 他并未完全清理掉 自己住过的痕迹 书架上满满当当的书籍 全是他这段日子 一本一本仔细替他挑选的 苏小小去北城门 与众人会合 三小只去了 魏清和李婉的马车上 找魏西月婉 惠安公主有自己单独的马车 她一晚上没睡好 这会儿正在马车里补觉 苏萱与苏黎一辆马车 苏黎在马车里闲不住 非得出去和苏默 还有魏须骑马 鬼步与魏六郎 魏婷也策马随行 苏小小打算去陪城桑 一掀开帘子 却看见宗正辉也坐在马车里 苏小小一震 陛下 宗正辉微微一笑 多多关照苏小小 没人想与萧顺杨同行 苏默早早派人 把半死不活的他 丢上了一艘苏家战船 让苏家军乘风破浪 务必以最快的速度 将他护送回京城 大部队出了王都后 一路往北 与渡口登船 在苏家军的护送下 走水路回到了两国边境 当晚 他们住进了陶家 陶家人热情好客 就是把过门而不入的苏轩 与苏黎数落了一顿 主要是数落苏黎 苏轩是安静乖巧的孩子 又自幼体弱多病 陶老太爷与陶老夫人 可心疼他了 陶老夫人说道 他二舅舅从前总带住 他四处求医 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很好 苏轩从前是怎么溜出陶家的 破案了 二舅舅摸鼻梁 眼神闪躲 显然 他是一个知情者 陶家人也很喜欢苏小小 陶氏在给娘家的书信里 不止一次提到他 惠安公主与苏轩的关系 苏默暂时没提 陶家人以礼相待 也并无任何怠慢 倒是宗正辉 引去了自己的南疆王身份 直到自己是来自南疆的商人 去大洲做生意 是承家主的朋友 魏须与鬼部 魏青 魏六郎都没隐瞒自己的身份 陶家人震惊的同时 也欣慰能有这么多魏家儿郎活着 关于回京后 是否也不再掩藏身份 魏须的答案是 是 他不仅要大虎二虎小虎 光明正大地 以魏家子嗣的身份活着 也要老大 老二 老六堂堂正正地回到魏家 景轩帝欠他们为家的 他全都会讨要回来的 一行人在陶家住了两日 随后便动身前往青州 五月下旬 他们来到了信花镇 还是那个熟悉的镇子 只是铺子换了不少 譬如曾经的景记 被苏记给盘下来了 成为了苏记的分铺 又譬如曾经的梧桐书院 扩建了 前来求学的人 比往年多了三倍不止 苏小小叫住一群 抱住书袋去求学的书生 你们都是去梧桐书院求学的嘛 一个书生道 是啊 我们是省城过来的 赶了好几日的路嘛 苏小小不解地问道 省城那么多书院 为何要舍尽求远 书生客气地说道 姑娘 你难道没听说吗 梧桐书院的沈院长之子 金榜提名 高中了这一届的新科状元 沈川考上状元了 苏小小又与他们交谈了几句 等回到落脚的客栈时 苏小小黑住脸来到苏萱的房里 苏萱翻开书本 安静一笑 表妹有事 苏小小插腰 沈川高中状元了 苏萱微笑 恭喜沈兄了 苏小小继续插腰 你知不知道 你二月份的会试是第一 苏萱道 会试第一 未必电视也是第一 沈兄的状元实至名归 苏小小严肃道 我知道他实至名归 可你不逃课 不缺考的话 至少能拿个榜眼吧 苏萱风轻云淡地笑了笑 你错了 我这么好看 陛下一定会清点我一个炭花狼 苏小小 特务头子原来如此厚颜无耻 安顿好之后 魏婷陪苏小小去了苏记的总铺 掌柜的不认识他俩 还当是来买点心的 正要说今日的点心卖完了 就见大师傅一脸震惊地 从楼上下来了 小巫师没认出苏小小 他认出了魏婷 魏小狼君 他试探地问 魏婷客气地焊了焊手 小巫姐 真的是你啊 她是 小巫师的目光落在魏婷身边的女人身上时 就变得有些警惕了 苏小小歪头一笑 小巫姐 不认识我了 小巫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倒抽一口凉气 胖鸭 小巫师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刘萍去南边采买茶叶回来 说在那里碰到了胖鸭与魏小狼君 还说胖鸭瘦了不少 可他没万万没料到胖鸭的变化能这么大 人好看了 衣着打扮也高贵了 小巫师想去拉他的手 又突然胆怯了 给苏小小把自己的手给了他 小巫师扑翅一声笑了 又哭又笑的 今日生意做完了 我让小勇他们回村了 不然还能见着苏小小道 没事 我一会儿也要去村子里的小巫师抹了泪 哽咽地问 你是回来看你娘的吗 问苏小小点头 小城市的坟 小巫师与刘萍一直在照料 每月都去扫扫 逢年过节也会去替苏城一家上香和烧纸钱 玉娘也不在小巫师说 她去京城参加商会了 才走没几日 你要是回京城了 兴许能见到她不到两年的时间 苏玉娘就把苏继开到了省城 去商会 既是为了进一步扩张做打算 也是给苏继常常铭起 你在镇上待多久 有住的地方吗 我们在镇上盘了间宅子 今晚就住我们那 对了 大虎二虎小虎呢 小巫师太激动了 苏小小是她人生的第一个贵人 也是扭转了她命运的人 她对住苏小小 简直有说不完的话 哎呀 你的肚子 你 你有身孕了 苏小小终于显怀了 看得出运度了 一行人中 只有苏小小 魏婷与苏默 还有三个小团子来过这里 其余人都是第一次过来 苏默与三小只在前带路 家 家 三小只在村口指着原先的小苏家 兴奋地嗷嗷直叫 李正与老里头最先被惊了出来 李正目瞪口呆 大虎二虎小虎 三小只哒哒哒地跑过来 李正爷爷 李爷爷 前世做饭做到一半 抄着锅铲就走了出来 三小只乖乖搭 李奶奶 又一连来了不少乡亲 大虎反正都记得 二虎 小虎有点而忘了 忽然 一个八岁 舔住麦芽糖的胖孩子 从田梗上走过来 三小只见到他 如三道小旋风 呼吱一下过去将他扑倒 牛蛋被吓了一跳 小虎 牛蛋 三小只学做正常小孩子 是从观察牛蛋开始的 观察牛蛋 蝉哭牛蛋 是他们每日都会做的事 三小只也呼了牛蛋一脸口水 牛蛋都快吓尿了 三个小小恶霸 好不容易走了 怎么又回来了 小苏家的门上了锁 李正有钥匙 过来给他们开了门 隔壁村的乡亲们 都赶过来围观了 那么多贵人 一辈子头一回建立 李正只见过苏默 知道他是苏胖鸭 在京城的表哥 多谢苏默到了谢 李正忙到 应该的应该的 多亏了胖鸭 乡亲们的日子 比从前好过多了苏季招工 不少乡亲们 再也不必忍机受动 老里头雨流平常过来打扫 屋子里很干净 就是太简陋了 看得众人一阵心酸 承桑的马车是最后到的 在家门口停下 魏婷掀下来 挑开帘子 苏小小将承桑扶了下来 宗正辉默默地守在承桑身后 承桑一进屋 眼眶就红了 小虎指着苏二狗的屋 认真介绍小虎的房间 二虎道 是我们三个的房间 小虎贪手 后来让给舅舅了 苏黎 确定不是舅舅收留你们的 天已经黑了 看热闹的乡亲们不愿意散去 魏婿带着大儿子 魏六郎与苏黎 把屋顶翻修了一下 后院后头的杂草也一一拔了 苏默与魏青 李婉在后院整理买来的香烛与纸钱 魏婷与苏轩去清扫坟头 苏小小扶住摇摇欲坠的承桑 外祖母承桑闭了闭眼 忍住猴头的胀痛 语气平静地说道 带我去见见你娘苏小小 好苏小小与宗正辉 陪助他去了小城市的坟前 程桑看住那座孤零零的坟头 终于再也忍不住 贪在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 魏魏 娘来看你了 桑桑 往后余生 魏魏会在天上保护你的 第878章父子齐心 强势回归 那个霸气修夫 震慑全场的成家家主 在女儿的坟前哭得不能自已 坚硬的外壳怦然碎裂 此时的他只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 脆弱到风都能将他吹碎 魏婷与苏轩默默地清理四周 长出来的杂草 没有去打搅他的悲痛与缅怀 宗正辉总认为自己与程桑 经历了一样的孤独 这一刻 他忽然不这么觉得了 他的半生 太凄苦了 程桑在坟头哭到晕厥 魏婷把他背了回去 魏婿提着香烛鱼指前过来 带着几个儿子 击败了这位素未谋面的亲家 三小只被苏莫 苏黎牵了过来 三小只乖乖地跪在苏小小身边 奶生奶气地叫着外祖母 和苏小小一起 无比认真地磕了三个头 奶奶还在里面睡觉觉吗 小虎问 苏小小摸摸他脑袋 愣小虎将四肢摊开 趴在坟头上 小脸也贴上去 小手一拍一拍的 好像在哄叫脚 二虎趴在了小虎身边 大虎是明白的 但他没说什么 也跟住弟弟一块儿趴住 三个小团子安静乖巧地趴在坟头上 宛若趴在了微微怀中 给微微上完香 烧完纸钱 三小只直接趴在原地睡住了 魏婿一手一个 魏六郎抱了一个 鬼不得手扑了个空 哼 本来也不是很想抱小臭屁 一行人回了小苏家 这会儿天色已经很晚了 乡亲们却各个站在自家门口张望 小苏家飞黄腾达的事儿 早在十里八乡传开了 照理说人家胖鸭与魏小郎君 一锦还乡也是应该的 只是他们没料到居然如此大的阵仗 这些老爷公子 随便挑出一个都比县老爷更有派头 却足足来了八个 全都去给小陈室上了香 还有一位气质不凡的夫人 在小陈室坟头哭晕了过去 也不知与小陈室什么关系 小陈室是陈家捡来的孩子 那位夫人会不会是他亲生母亲 你还真别说 二人的眉眼确实有些像 另一个是他亲爹吧 我看是陈家当初不好好养 当个赔钱或遭捡 要是知道人家有来头那么大的爹娘 会不会肠子都毁清了 毁啥毁 人家命好 儿子高中黄榜 当了近世老爷 全家跟住上京城享福去了 你们说 他们会不会去找陈家麻烦 这些人有钱是有钱 但也斗不过近世老爷吧 听说是天子门生 皇帝的人力 苏小小回到陈家时 陈宋醒了 陈宋看住苏小小红红的眼眶 久之他也哭过 他的心底涌上一层浓浓的心疼 这孩子有多倔强 他是知道的 能让他掉泪的情况怕是不多 薇薇不在了 但这孩子在呀 自己只顾住自己伤痛 却忘了自己不是唯一失去薇薇的人 他忘了要往门口 魏婷与苏默在不经意地朝里头张望 他将苏小小搂进怀里 轻轻扶了扶他的几倍 对门口的二人道 让你们担心了苏默道 您和妹妹没事就好 魏婷是我的外祖母和媳妇 苏小小与承桑住在苏小小原先的屋子 魏婷与大虎二虎小虎住苏二狗的屋 魏六郎与苏黎去抢占魏婷原先养伤的那间小屋 结果可想而知 苏黎打不过魏六郎 苏承与承薇的屋子空住 其余人动身回往镇上的客栈 路过村口时 宗正辉推开了李政家的大门 谦和地说道 能讨口酒吃吗 苏小小额头抵在承桑的怀里 一动不动 像个委屈的孩子 小小是不是想娘了 笨原先模糊的记忆 在脑海里一一清晰深刻了起来 她记起了小陈氏的英容笑貌 小陈氏总是温柔地给她梳头 给苏二狗洗澡 这一晚 苏小小与承桑说了不少儿时的事 至少在小苏家那几年 雨儿是过得极为舒心的 承桑躺在柔软的床铺上 抱着苏小小 脸颊贴了贴苏小小的额头 谢谢你爹 也谢谢你和二狗 你们就赎了薇薇 苏小小与魏婷原先的计划 是将她娘牵坟到京城护国公府的目的 眼下她娘的身份水落石出 苏小小觉得 承桑或许也想将女儿带回南疆 承桑日日去坟前陪薇薇说话 一待就是一整天 宗正辉也不吵她 就整日在李正家与李正闹磕 李正哪里知道与自己聊天的人是南疆陛下 辽高兴了还把手往宗正辉的肩膀上一搭 那老弟 下回你来 还住我家 我请你喝烧刀子 是那兰 算了 苏小小 承桑 魏婷与三小只在乡下住了三日 第四日回到了镇上 惠安公主立马将苏小小拉到了自己屋 小跟班 你没事吧 她关切地问 苏小小微微一笑 没事 让公主久等了 马上就能启程回进了惠安公主道 你要是想的话 可以多住几日 我不住籍的苏小小道 是我外祖母住籍 想见二狗和我爹惠安公主一拍脑袋 对哦 是该见见的他们回京时 特地去了一趟俯城 打算拜会慧绝师太 却被告知慧绝师太 去探望一位封地的宗亲了 不知何时才会 苏小小留了信 一行人继续上路 在青州渡口登船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在半路竟然遭遇水匪 这可有意思了 船上 一个是战神魏须 四个是魏家儿郎 外加一个苏家水氏少主 一个玉面罗沙 还有西境的杀手与魅姬 水匪们头一回感觉自己进了匪窝 天黑上船 天亮坐牢 六月 历经两个月的长途跋涉 一行人总算于日暮时分 抵达了京城 天边的火烧云将城墙照得增亮 城门已经关闭了 浩浩荡荡的队伍停在城楼之下 一人之势 宛若千军万马 未须策马往前走了几步 举谋望向城楼上的守卫 不怒自威道 开城门守卫低头看了他一眼 他是新调人过来的 并不认识魏须 但魏须的气场 莫名给了他一股压迫感 他皱眉 想进城 明日再来 魏须道 我再说一次 开城门守卫不屑吃到 你谁啊 我告诉你们 今儿就算天王老子也不看 魅姬冷眼一眯 出了马车 凌空而起 打开折扇朝着城楼射出无数暗器 杀手猛舵脚掌 一跃而起 踩着潜入墙体的暗器 几步登天而上 稳稳落在了城楼之上 他拔剑 抵住了守卫的脖子 开城门 你 你们谁啊 这是京城 天子脚下 谁敢造次 魏须一马当先 冷冷地望住他 一字一顿地说道 魏须什么 守卫脸色一变 鬼不策马行了一步 魏称魏清 一侧马上前 魏清魏六郎 魏燕 魏婷 魏婷魏须握住缰绳 目光冰寒地说道 告诉锦宣帝 魏家人回来了 第879章魏须的嚣张 守卫与一旁的同伴全惊呆了 那个人说什么 魏家人 是的了 他们刚刚自爆了家门 魏须 等等 魏须 众人的目光刷地落在魏须 挺拔如山的身影上 又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他身后 魏称 魏清 魏燕 全是战死沙场的魏家儿郎 怎么会这样 守卫怀疑是有人假扮 但这时 城楼的守将过来了 他看见魏须的一煞 脸色瞬间就变了 城门大开 魏须正色道 披甲 众人整齐划一地换上战甲 每个动作都铿枪有力 每个人的眼神都充满坚毅 魏须 斩棋 鬼步从马车上取下棋杆 大手一挥 红底黑字的魏家惊奇 在落日的余晖下 烈烈飘荡了起来 守城的将士们瞬间肃然起敬 马车里 几个孩子睡住了 李婉抱着魏昔悦 听着公爹震慑四方的声音 感受着盔甲与战马的动静 眼眶一点一点湿润了 魏家等这一日 等得太久太久了 苏小小尽管嫁过来的时日不长 但从魏婷开始 魏家每个人的归来 他都一同经历了风雨 这一刻 他浑身的血液也沸腾了 他摸了摸三个睡的四氧八叉的小豆丁 锦宣帝要对南洋王一脉 斩尽杀绝 从进京城的那一天起 三人就东躲西藏的 不敢让人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 别看他们还这么小 好像什么都不懂 但遇到陌生来人 他们会下意识地躲 在他们小小的潜意识里也知道 自己是不能见光的 以后 他们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活在阳光下了 一行人进入京城 对于城中百姓而言 今日也不过是漫长人生里 平淡无奇的一天 一直到 他们看见了魏家的惊奇 也看见了旗下意义生辉的黄金战甲 战马的速度慢了下来 稳稳当当地在长街上走住 不知为何 喧闹的大街忽然就安静了下来 百姓们正正地看住 策马走来的几位将军 卫手之人身住黄金甲 容颜冷峻 气场凌厉 在他身后 是四名身住银甲的年轻将领 众人起先是感觉惊讶 看住看住 人群里有人认出了魏家的惊奇 是魏家军 一个百姓说 一堂的小贩道 魏家军不是早就解散了吗 五年前打完仗 魏家军就没了 另一个百姓道 你看惊奇 那么大的魏字 是魏家人吧 魏家只剩下魏状元与女眷了 哪还有这么多男丁 我记得这套黄金甲 是魏须大将军的 魏家出战时 我曾在路边送行过 我不会记错的 魏大将军不是战死了吗 青年激动到 我认得他们的盔甲 魏七公子状元游截时 我在 他出征时 我也在 我认识他 没错 是魏二公子 有人认出了魏青 他的容貌没有太大改变 只是岁月的沉积 让他多了一分威严与内敛 鬼步的脸上多了刺青 气场的变化极大 曾经封神俊朗 正直良善的魏大公子 如今多了杀伐决断的灵力 魏六郎入城前 便摘下了面具 露出了那张淡淡疤痕交错的脸 曾经名栋京城 如玉如仙的六公子 折了多少女儿家的玲珑心思 再见时 已是这副面目全非的样子 他的手 他的手 一个老人看住 魏六郎盔甲的假片下 露出来的一只 突然就忍不住 老泪纵横了起来 沿街的百姓全都失声了 不少人红了眼眶 用袖子擦起了泪来 出征时 他也是个孩子啊 老人颤颤巍巍地朝着几人走过来 未须担心撞到老人家 与儿子们将马儿停下 老人颤抖着双手挨个摸过去 哽咽不已地说道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一间茶宣内 消毒液正在与幕僚品查 突然看见茶宣里的人 全部跑了出去 不由地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随心侍卫道 属下去瞧瞧 侍卫出了茶宣 透过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 看见了策马而来的 魏须一行人 他第一反应是自己眼花了 当听到人群里 高呼魏大将军时 他才匆忙回了厢房 结结巴巴地说道 丙 丙 丙殿下 魏 魏须将军回来了 不待他说 还有魏家的几位公子 消毒液一脸狐疑地走了出去 他挤过拥挤的人群 来到宽阔的长街上 明明两边挤得水泄不通 但街上无人纵马 无人行车驾 所有百姓都自发地 魏魏家人守住了回家的路 消毒液正正地看住魏须 又看向魏须身后的魏琛等人 与魏婷 他的眸子瞬间睁大了 这 这怎么 可能 皇室王爷在前 案里是要行礼问安的 魏须却连马儿都没有下 不卑不亢地说道 甲州在身 不贵天地 恕不能对殿下示意全力 消毒液张了张嘴 整个人惊到说不出话来 魏须策马 带着儿子旁若无人 从消毒液身旁走了过去 一直到他们走远了 消毒液才猛地回过神来 魏须回京城了 死去的魏家儿郎也活过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 方才他们几个 是不是没下马行李 他是王爷 魏家人想做什么 他们眼里可还有皇室 魏家人嚣张地走掉了 消毒液气地咬牙 回宫 本王要禀明父皇 皇宫 景宣帝刚与大臣们商议完要事 今日早朝又是一堆弹劾秦苍兰的折子 说秦苍兰好战 好大喜功 新兵误国 当废除其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 即刻召回朝廷 自然 也有替秦苍兰开脱的 说秦苍兰是为了大洲的百年兴盛 北叶狼子野心 不打到他们哭爹喊娘 他们还会卷土重来 景宣帝并不住击伴秦苍兰 反正他断了秦苍兰的粮草 秦苍兰总有向他低头恳求粮草的一天 他眼下最在意的反而是未须的事 去南疆的使臣回来了 二儿子也回京了 二儿子吃了不少苦头 至今还在府上两伤 然而据二儿子与使臣们交代 他们并未在南疆见到魏虚 也没听说任何有关魏虚的消息 所以魏虚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 如果大洲父被受敌 他自然希望魏虚能活住 可如今魏虚并没有活着的价值 反倒会成为他的威胁 他不会杀魏虚 毕竟杀功臣是要遗臭万年的 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魏虚死在南疆人的手里 陛下 一名小太监神色匆匆的来到御书房外 护城卫传来消息 魏家人回来了 景宣帝道 魏庭 小太监道 还 还有魏虚 景宣帝神色微微一顿 活着回来的 还是遗体 小太监战战兢兢道 活的 活生生的 不仅魏虚大将军回了 就连战死沙场的魏大公子 魏二公子 以及魏六公子 统统活着回来了 八搭 景宣帝手中的毛笔掉了 第八百八十章一家团聚 父皇 父皇 消毒业气冲冲地来到了御书房 他先是给景宣帝行了一礼 随后便告起了魏家人的状 父皇 您一定不会相信儿臣方才在大街上碰到谁了 是魏虚 魏虚从南疆回来了 还有魏琛 魏清 魏燕 他们几个竟然没死 全城的百姓都在攻凌他们 他们见到儿臣 居然不下马行李 小太监已经禀报过魏家人活着回来的消息了 甚至连他们胁迫城楼守卫开城门的状也一并告了 魏家人的态度可谓嚣张 只是景宣帝也没料到魏家人会嚣张到了皇室的头上 父皇 见景宣帝不说话 消毒业多少有些纳闷 景宣帝拿起一本奏折 朕知道了 你先退下 魏虚父子是遂北官一役的功臣 居功至尾 不给你行李也算不上大错 消毒业不满 父皇 他们没将儿臣放在眼里 您怎么还向着他们说话 福公公不动声色地收了景宣帝掉落的毛笔 笑着说道 陛下宅心仁厚 宽以待人 百姓对魏家歌功颂德的同时 一定也会称赞陛下德后流光的消毒业亨道 什么居功至尾 我看他们是想功高震主 父皇您说奇怪不奇怪 魏婷的几个哥哥不是战死了吗 连一体都运回来了 魏称他们是打棺材里爬出来的不成 景宣帝若有所思 魏虚带着儿子归来 几乎轰动了半座城 五年前 魏家老幼接连战死 魏婷以状元之身 北上抗烟 他回京时 运回了武安君等人的官果 游记得当年长街上的哀嚎声 哭得天地都震动了 这一次 百姓们再次气不成声 却不再是绝望悲痛 而是浓浓的酸楚与激动 魏家为了大舟 付出太多太多了 三公子 四公子和五公子呢 有百姓哭住问 是啊 大公子 二公子与六公子都回来了 另外三个也能回来的吧 四公子最爱醋狙了 有一回在郊外碰上他 他还和我们一起玩醋狙了 一点架子也没有 三公子总上我家隔壁的周济买肉包 我见到了好几次 后来才知 是他夫人爱吃 还有五公子 他爱喝酒香狙的花雕 每次都给五安君买酒 都会偷偷尝一口 但店家请他喝 他却又不要提到几位公子的往事 百姓们津津乐道 庞扶就是昨日才发生的事 未须忍住猴头的胀痛 低声说道 三郎 四郎 和五郎回不来了 夜幕低垂 魏家刚吃过晚饭 魏老太君没胃口 吃了两筷子再也不吃了 他躺在罗汉床 辗转反侧 李嬷嬷端了一碗银耳跟过来 您好歹再吃两口吧 魏老太君叹气 我吃不下 李嬷嬷问道 您是在担心大爷与少爷他们吧 魏老太君忧怨道 去了南疆那么久 也没让人捎个消息回来 几个大的走就走了 还把瓦儿和几个小的也拐走了 没有宝贝重孙可以玩 魏老太君不开心 当然 魏老太君最担心的还是未须 他想尽快有儿子的消息 又怕会是个坏消息 您都出汗了 李嬷嬷将银耳羹放下 拿了帕子过来给魏老太君擦汗 魏老太君捂住心口 我这里七上八下的 从早上就没停过 你说该不会是要出什么事了吧 李嬷嬷劝道 您呀 就喜欢自个儿下自个儿 我这不是怕吗 我就怕有个万一 魏老太君从未如此心慌过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 自己先不行了 李嬷嬷忙道 好好好 咱们不想了 您若是睡不住 我去把三位少夫人请来陪您打叶子牌 话音刚落 院子外响起了小丝的尖叫 老太君 回来了 少爷他们回来了 魏老太君是个讲究人 这会儿却连头发都顾不上书 鞋子也少穿了一只 拐杖也不要了 急急忙忙地往外走 李嬷嬷下得不轻 哎哟 您当心点儿啊 前阵子刚闪了腰的 魏老太君走太快 跨过门槛时猛地滑倒 眼看着就要摔下台阶 一道高大的身形 自马背上腾跃而起 扑过来扶住了魏老太君 魏老太君看住对方手臂上 熟悉的黄金甲皱 神色一正 眼眶瞬间湿润啊 魏须哽咽地说道 娘 儿子回来了魏老太君 望着那张日丝夜响的脸 突然就委屈地哭了起来 他的拳头捶住他 你怎么才回来 怎么才回来 几个孙子回家时 他没有当众痛哭 多少眼泪都吞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然而在儿子面前 他终于绷不住了 他哭得像个孩子 像是要把这五年多以来的 委屈与心酸尽数哭出来 然而哭着哭住 画风就变了 他抓过儿子的披风 蹭了蹭鼻涕 呜呜 你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我家伙事还没准备呢 好歹用上三瓶贺顶红 心疼到一半的魏须 魏须回来是个巨大的惊喜 然而惊喜绝不止这一个 娘 你看魏须是一位老太君 魏老太君顺住他回头的方向望去 他看见了同样身披盔甲 骑着战马的老大 小六 小七 以及老二 祖母魏青翻身下马 一步步朝着魏老太君走来 魏老太君整个人都惊呆了 清儿 你的腿 好了 去南疆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得魏青寻耀 可在离开前 苏晓晓也说了 只是解魏青体内的寒毒 究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再重新站起来 一切都还说不准 魏青温声道 是 祖母 清儿痊愈了魏老太君可太激动了 今日究竟是什么好日子 儿子平安回来了 孙儿的腿也恢复了 魏六郎也很激动 他狠狠地抹了一把眼泪 跳下马往魏老太君怀里扑 祖母 他也要撒个娇 魏老太君面无表情地拨开他 边去 突然就失宠地魏六郎 陈氏与兰氏 蒋氏也听到了府上的动静 纷纷来到门口 爹 三人一口同声 魏须温和地焊了焊手 愧疚又心痛 让你们受苦了另一遍 魏夫人静静地站在大树下 遥遥地望住他 似是想见却又不敢上前 魏须似有所感 抬眸朝他看了过来 第881章 承桑见二狗 魏夫人发觉魏须看过来了 神色一慌 转身就走 魏须快步追上去 在抄手游郎的转角处叫住了他 夫人魏夫人紧张地捏紧了手里的帕子 魏须来到他面前 夫人是来找我的我吗 魏夫人垂下眸子 他无言面对魏家 也无言面对魏须 夫妻多年 魏须又怎会不明白他内心的想法 魏须道 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写给爹的信我也看见了魏夫人文言 默然抬头看向他 魏须道 是出事之后 我在贺连夜那里发现的 你曾提醒过爹小心莫归远 为什么不告诉家里 吴安君收到信后是提防了莫归远的 只是没想到背后的势力不止白连教 还有南疆与圣女殿 墨归远下的毒早被吴安君发现了 他们真正中的毒是来自圣女殿 魏夫人的眼眶红了 不敢在家人面前展现的脆弱 不配有资格出现的委屈 突然就涌上了心头 都怪我 要是我早一点说出来 兴许就不会这样 魏须轻轻地将他拥入怀中 都过去了 别再想了 当年的事情很复杂 我一会儿慢慢和你说 魏须安府王魏夫人 陪着魏老太君回来院子 娘 我让小小和小七带着孩子去护国公府了 哼 我又不会说什么 用得住你来当这个好人 很好 儿子宠不过三秒 活着就不稀罕了 魏青能走路了 看了两圈让他跪安了 只有魏昔悦 魏老太君是宝贝的不行 搂着不肯撒手 想死太奶奶了哟 你那混账爹把你和你娘拐出去 回头看太奶奶怎么揍他 魏青 要不还是坐轮椅 另一边 苏小小与魏婷带着程桑 宗正辉来到了护国公府 守门的小厮见到小姐与姑爷 高兴坏了 忙不迭地跑下台阶 小姐 姑爷 一听小姐姑爷 职房内的小厮们也纷纷冲了出来 一个个激动的不行 程桑一看他们的样子 就知外孙女与外孙女婿在护国公府过得不错 苏小小和他们打了招呼 小厮们笑着开了大门 马车长驱直入 这个时辰其实有些晚了 苏小小本以为爹和弟弟已经歇下了 哪知老远便听见苏二狗的声音 既然来到院子门口一瞧 赫然是苏二狗在打拳 院子里没人盯住他 他一个人没有半点偷懒 一朝一室 皆做到了极致 魏婷满一点头 还不错 苏二狗的个子又长高了 身板也魁梧了些 毕竟是十五 六岁的少年郎了 如今走在大街上 仙衣怒骂 气宇轩昂 不知多少姑娘家看得脸多红了 程桑是第一次见苏二狗 但他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巍巍的孩子 比起苏小小 苏二狗的五官其实更像程巍的 程桑看得目不转睛 苏二狗如今的警觉性高了许多 他察觉到有人过来了 打完最后一招便收了拳 他吐纳完 转头一看 一 姐夫 苏小小一个猎浅 我还是不是你亲姐 苏二狗一秒变回孩子 迫不及待地朝着魏婷奔过来 近了才发现他姐也在 他挠头 姐 苏小小 哼 你眼里只有你姐夫 苏二狗对住身后叫唤 爹 姐姐和姐夫回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苏承在后院冲冷水澡 魏婷拍拍苏二狗的肩膀 欣慰地说道 长高了 也撞了 拳打得不错被姐夫表扬了 苏二狗开心坏了 姐夫 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 魏大将军回来了吗 魏婷笑道 回来了 明天回魏家玩 带你去见我爹魏婷用的回子 魏家有苏二狗的院子 苏二狗点头点头 好呀 我来京城这段日子 听了不少位大将军的事迹 我可想见他了 说着 他私下看了看 原本是在找大虎二虎小虎的 却一下子看见了一旁的程桑 程桑与魏老太君 秦苍蓝同辈 但他的年纪比二人小太多 今年还不到五十 加上他天生骨相好 今日调理的也好 气色红润 容颜回春 看上去就是一位端庄优雅的夫人 苏小小道 带你见见外祖母 苏二狗往后一蹦三跳 嫌弃地说道 我才不见他的老东西 成桑尴尬 苏小小瞪了他一眼 不是陈家人 咱们娘不是陈家亲生的 我这次去南疆 遇到了真正的外祖母 真的 苏二狗瞪圆了眸子 他讨厌陈家 更讨厌陈家那么对娘 他不止一次地想过 要是自己和陈家没关系就好了 千真万确苏小小拉着他来到成桑面前 诺 这就是娘的亲生母亲 你的外祖母苏二狗呆呆愣愣地看住成桑 我的亲外祖母这么好看哪 成桑原本激动到泪流 听了这话眼泪突然就憋回去了 成桑的眼神是温柔的 宠溺的 和蔼可亲的 苏二狗这个大憨憨 竟然被成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成桑颤声道 二狗苏二狗满汗害羞 诶 成桑激动坏了 抬起手来 想要摸摸他的脸 又怕吓到他 你能 叫我一声外祖母骂 苏二狗挠挠头 你这么年轻 我有点儿叫不出口 苏小小 叫苏二狗 外祖母 宗正辉走了过来 这回不必亲姐姐血脉压制 苏二狗主动叫了人 外祖父 突然就有了名分的陛下 苏承身子都没擦干 穿上衣裳就出来了 成桑望向了苏承 这就是女儿挑中的丈夫吗 倒是一表人才 女儿这点随了他 苏二狗可兴奋了 爹 爹 我又外祖母和外祖父了 娘不是陈家人 娘和陈家没关系 娘是这一家的 成桑正要解释 苏承大刀阔斧走过来 扑通一声在成桑面前跪下 行了个女婿兼岳母的大礼 娘 不带成桑把他扶起来 他又对住宗正辉 爹 成桑 那个 宗正辉默默地掏出一个超大红包给了苏承 成桑 第882章 温旭一家亲 在给苏承派完红包后 宗正辉给苏二狗也发了一个 苏二狗 多谢外祖父 魏婷是个坚持原则的人 他不会瞎起哄的 他偷瞄了一眼苏二狗打开的红包 立刻到 外祖父 宗正辉也给了魏婷一个 苏小小瞪了魏婷一眼 二狗和我爹不知情 你也不知情嘛 瞎叫唤什么 他将魏婷的红包拿了过来 拆开一丑 外祖父 二狗还是个孩子 幼小的心灵就不要承受那些伤害了 与其让他知道自己有个自私冷血的外公 不如让南江陛下来给他一份外公的完整吧 宗正辉也给了苏小小一个超大红包 苏小小拿着红包 这里头沉甸甸的 全是姐姐对弟弟的疼爱啊 成桑是满嘴说不清 也没机会说 因为苏二狗迫不及待跑了 他去拿自己的新兵器过来展示了 苏承身上全是湿的 成桑让他赶紧先去换身衣裳 苏承去了 成桑严肃地看向宗正辉 苏小小与魏婷 三人一脸无辜地站在那里 不是看脚就是看天 像是做错事被抓包 但又倔强不肯承认 一副知错绝不改 下次还敢犯的样子 成桑 苏承换好衣裳出来 将岳父 岳母请进了堂屋 苏二狗急了 爹 我还没给外祖父和外祖母 看我的兵器呢 苏承道 你那家伙事明日再看 外祖父和外祖母 都累了苏二狗想了想 哦 好吧 他把兵器又小心翼翼 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 苏小小怀孕六个多月了 显怀了 苏承看住心疼又欣慰 你娘怀你那会儿老遭罪了 吐到七个月 这个不闹疼吧 苏小小道 挺好的 能吃能睡 女儿的脸蛋确实圆润了些 苏承这才信了 大虎二虎小虎在车上便睡住了 叫都叫不醒 苏承把他们抱去了自己屋 一家人又说起了南疆的事 苏承纳闷道 你是靠你娘留给你的镯子 去承家认亲的 但你娘留给你的镯子 是我买给她的苏小小善善 这件事 说来话长 她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特务头子知晓她娘的身事 还拿到了她娘的镯子 魏婷面不改色地说道 我们是有贵人暗中相助 帮我们查到了娘的身世 还拿到了外祖母当年 送给娘的镯子 至于娘是怎么流落到青州的 那位贵人也并不清楚 不过我已经让扶苏 与玉池修去查探了 相信不日就能有消息 苏小小按说大拇指 不愧是状元 高 魏婷也说了未须平安归来的事 苏承很高兴 你二哥的身子如何了 魏婷道 多亏小小 二哥痊愈了苏小小撇嘴儿 当住我爹的面就那么乖 只要不中地 翁婿轻如蜜 想到什么 苏承道 这么晚了 肚子饿了吧 我去给你们做点儿吃的 这个时辰 厨子早歇下了 把人叫起来 倒倒鼓鼓的半天 还不得饿坏了 苏小小与魏婷 苏二狗 齐齐将凳子后退一步 我们不饿 承桑晚上吃得少 也不饿 可是苏承一副 非要孝敬长辈的样子 宗正辉决定 给苏承这个面子 我饿了 苏承问道 鸡蛋青菜饼可以吗 宗正辉道 可以苏小小 魏婷 苏二狗 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一刻钟后 宗正辉差点 被女婿的孝心送上天 洗漱过后 承桑坐在房中 端详女儿的画像 是魏婷根据 苏小小的描述画的 一共画了好几幅 承桑一路上百看不厌 咚咚咚 有人扣响了房门 外祖母 是我苏二狗说 承桑将画像收好 对苏二狗道 门没锁 快进来吧 苏二狗抱着一个枕头 推门而入 外祖母 我今晚能睡你这边吗 当然承桑说 苏二狗把枕头 往地上一放 麻溜地躺了上去 在乡下时 屋内的地是土田的 护国公府的 则是铺了木板的 东晚夏凉 下人擦得也干净 承桑要给他铺席子 苏二狗道 不用 外祖母 我平时就这么睡的 承桑看住他 壮如小牛的身板 倒也放下心来 苏二狗看住 大大咧咧的 其实很亲近自己人 他没那么多 明面上的客套 但做的事 总是令人感到很贴心 他说道 外祖母 你也睡吧 承桑笑了笑 在床上躺下 好 苏二狗比婷婷地躺着 小屁股不动声色地 往承桑那边挪了挪 挪挪 再挪挪 一直到挪到床边了 他才闭上眼 呼呼地睡了 承桑趴在床上 重力地看住熟睡的苏二狗 探出手 轻轻摸了摸 他志气未脱的英俊眉眼 薇薇呀 你生的孩子 真的都太可爱了 这一晚 有人欢喜有人愁 景轩帝躺在笼床上 辗转反侧 福公公轻声道 陛下 可是天热 奴才让人去取些兵过来 惠安还没回宫吗 景轩帝沉声问 福公公道 还没为家人要高调 不能拉上惠安公主一起 否则就是坑了他 因此早在此前 未须便与他们暂时分开了 由苏莫三兄弟 护送惠安公主 晚一日入京 景轩帝捏了捏酸杖的太阳穴 是不是快早朝了 福公公道 还有一个时辰呢 陛下景轩帝沉音片刻 皱眉道 传红炉四亲 福公公愣了愣 是 他刚要去传令 又被景轩帝叫住 算了 不必了 福公公又折了回来 龙床后方的账漫 似是被一阵微风吹动 景轩帝余光一扫 对福公公道 你去外头守住 正想一个人待会儿 是 陛下福公公不动声色地 瞥了眼账漫 恭敬地退出了寝殿 一个戴斗力的黑衣人 自后方闪了出来 景轩帝冷冷地说道 当初是你们 劝朕同意和亲的 说南疆有兵力可图 可眼下和亲失败了 朕失去了南疆这一助力 黑衣人道 南疆内乱 在位三十年的 居然是个假王 此时确实是我们疏忽了 景轩帝 显然对他的话不大买仗 一句疏忽就够了吗 眼下闹成这样 你们还要怎么帮朕 对付秦苍兰 魏须也回来了 连带住他几个死去的儿子 也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卫家 黑衣人慢悠悠地说道 陛下放心 您是君 他们是臣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景轩帝猝没到 郑总不能随随便便 杀掉一个功臣 黑衣人笑了笑 我能为陛下提供一个 很有意思的消息 景轩帝道 说黑衣人意味深长地说道 卫清 就是西晋谋士诸葛清 第883章造反 景轩帝震惊不已 半赏才看向黑衣人问道 消息可靠吗 黑衣人道 诸葛清是魏清战死一年内 出现在西晋的 根据我们多方调查 可以确定这两者是同一个人 景轩帝记起了几个月前发生的事 难怪他一来京城就住进了魏家 魏家也不辞辛劳 为他四处寻要自己的长子 还远赴遂北关给诸葛清找要 现在想想 长子明显是被魏家摆了一道 景轩帝又记得自己要给诸葛清赐婚时 被诸葛清拔出西晋帝的龙泉舰 示威的一幕 真是西晋人这么干倒也罢了 对方竟然是自己的臣子 这简直是以下犯上 景轩帝的心气多少有些不顺了 为何不早说 他不满帝问 黑衣人漫不经心地说道 也是才知道景轩帝又道 西晋帝可知他是魏清 黑衣人道 多半是知情的景轩帝困惑道 继知情 为何又心甘情愿放魏清回来 黑衣人道 魏清身患寒症 时日无多 不出来寻要 就只能等死了景轩帝皱了皱眉 朕还是觉得西晋帝这么做 未免太冒险了 诸葛清是他的心腹谋士 为他出谋划策 他就不怕魏清回到大周后 会转过头去对付他 黑衣人淡淡一笑 据我们调查的结果 西晋帝十分信任他 信任 景轩帝在屋子里夺了几步 难道说魏清已经背叛了大周 彻底投靠了西晋 郑司梁柱 请殿外全公共前来禀报 陛下 梁王殿下求见景轩帝 给黑衣人使了个眼色 黑衣人拱手行了一礼 笑道 在下先告退了 萧顺扬前往景轩帝请宫的路上 远远地看见了黑衣人 黑衣人走的是另一条小道 并未朝他这边望来 此人分明是从父皇请殿的方向过来的 父皇身边是有暗卫的 但从不是这副打扮 萧顺扬是习武之人 能感受到对方的气息很强大 父皇身边几时出现了这样的高手 殿下 全公共打着灯笼 笑着提醒了一声 萧顺扬收回目光 举步去了景轩帝的请殿 父皇他给景轩帝行了一礼 景轩帝坐在椅子上 看了他一眼道 不是在养伤吗 大半夜的进宫做什么 萧顺扬正色道 儿臣听闻未须回京了 一并回来的还有五年前 便战四岁北关的魏称 魏清与魏宴 景轩帝但道 是有这么回事 萧顺扬 父皇景轩帝 魏清就是诸葛清 萧顺扬大吃一惊 什么 景轩帝头疼了一晚上了 实在不愿再多提 但有些事不弄明白又不行 你和他们一到去南疆 没发现蛛丝马迹吗 萧顺扬自责地说道 他一路上一直戴着面具 儿臣 没见过他的脸 也没往魏清身上猜 尽管二人的名讳中 都有个亲字 可魏清已死 谁会把他俩联系在一块儿 萧顺扬将功不过道 不过 儿臣刚从下人口中 打听了一下 魏称与魏宴的情况 儿臣见过他们两个 魏燕毁去了容貌 施了右臂 再去南疆的魏家护卫里 有一个厉害的死士 与一个有着筋胳膊的高手 儿臣猜 他们就是魏称与魏燕 景轩帝的目光成了臣 如此说来 他们两个不是在南疆被找到的 而是一早就回魏家了 萧顺扬点头 应该是景轩帝捏紧了拳头 他们为何一直掩藏身份 他们想暗中密谋什么 萧顺扬道 在南疆时 他们也一直住在一起 儿臣就是在他们的院子外 被人打晕的 儿臣怀疑 惠安与南疆的和亲 也是被他们破坏掉的 景轩帝的眼底 掠过一丝危险的寒芒 未须 你们魏家是想造反吗 一日 三个小虎头醒来 发现自己在护国公府 可兴奋坏了 爬下床就开始找爷爷 有几个月没完了 也不知还牢不牢固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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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只争香朝他跑了过来 大虎最快 一溜烟地扑进了苏承怀里 二虎第二 小虎跑不过两个哥哥 气到王草地上一躺 又摆烂了 哼 苏承抱了抱两个小家伙 又走过去抱小虎 小虎背过去 蜷缩着小身子 赌气地用小手捂住自己的脸 苏承把小家伙抱了起来 你下次跑快点儿嘛 小虎别过脸 苏承道 不喜欢爷爷了 那爷爷可走了 小虎抱住了苏承的脖子 小脑袋埋在他颈窝 要爷爷苏承哈哈地笑了 陪三小只玩了一会儿 苏二狗过来了 三人又开始缠舅舅 苏二狗可不是当初那个 抱着小团子从镇上走回来 能走到哭的二狗子了 他如今强壮了不少 还学会了轻功 带着小团子玩飞飞 狠狠找回了当初的场子 玩闹了一阵 苏小小喊吃饭了 一大家子去了偏厅 围坐在八仙桌旁 三小只也喜欢上桌 苏承和苏二狗 早给他们做了单独的高凳子 开吃后 小虎又做了 要爷爷喂好好好 爷爷为苏承拿起小虎的勺子 喂了小虎一口鸡蛋羹 小虎一脸夸张的表情 享受又神气 要救救魏 苏二狗也喂了 小人精跳过了苏小小与魏婷 知道爹娘不会惯着自己 他歪歪头 要桑桑喂 是跟魅姬学的 程桑不介意称呼 笑着喂了小虎一个小包子 小虎津津有味地吃了一口 小身子得意地扭呀扭 接下来该轮到自己了 既被叫爹和叫外祖父后 不出意外 就该被叫曾外公了 宗正辉做好了 被叫曾外公准备 小虎一开口 学了李政爷爷的称呼 要那老地位 宗正辉 吃过早饭 魏婷把小虎单独带回了屋 让他站在角落里 自己搬了个板凳坐他对面 魏婷严肃地看住他 知道错了吗 小虎点头 激到魏婷又到 下次还敢吗 小虎想了想 诚实到 赶魏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